同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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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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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咙 雙辯 請你老人 來 那個 現在人數齁 還要再一個 剝什麼 剩下一個林立長 還要再一個 你們那陣子多嗎 不是 有那個 人民情願 是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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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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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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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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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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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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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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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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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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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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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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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因為他知道說國會的意見 可能跟他不一樣 所以他就訴諸公民投票來做決定 所以他會有一個法律效果 對不對 那他程序上要不要先有兩個不一致的狀況發生才可以做 還是他隨時想到他就去做 這個設計就很不一樣 那如果說 我剛剛以為你們在討論資訊公投的時候 但是你們好像 資訊公投本來說 那行政機關想要有一個諮詢意見 他做一個諮詢公投 那你現在說 假設立法跟行政兩個意見不一樣 要做有拘束性的公投的時候 那這個可能程序上要考量一下 在哪個程序下可以發動 沒有我在想可能 如果大家都有 討論的方向 因為我看後面的條文 對於立法院提出來的 也是限於第二條 第二項第三款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專門討論 重大政策的創制或複決 那前面的那個法律的複決 跟立法原則的創設 如果先確認可以把它弄掉的話 那整個討論會比較 單純一點 我問你要不要立法院同意 沒有你如果說 真的要讓行政權在面對 如果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況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如果回想2000年到2008年 那個時候的狀況 大家在想的就是說 立法院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不合理的 選舉制度的設計 的確是有可能會出現 立法院裡面所出現的意見 跟一般的民意是出現脫鉤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 讓行政權能夠藉由公民投票的方式 來訴諸人民決定 我自己會贊成 如果限縮在重大政策創制或複決的話 不用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沒有啊 你就要看每個題的時間點會不太一樣 他所發生的法律效果也會不太一樣 你要很具體的去看 沒有辦法這樣抽象的談 公投 那個 我的建議是這樣 各位這個確實是牽涉到說 憲政體制的設計啦 我是嘗試這樣啦 也許有一些疏漏啦 就是說重大政策 應該是讓行政機關可以公投啦 他假如決定說他要走公投這個程序 他就是跳過 他大概是預判說 他知道國會有碰到什麼狀況嘛 嘲笑也大嘛 那公投他取得民意的支持的時候 那理論上這個政策 是應該行政部門有他的權力 可以繼續去做他的一些 一些很重大的一些行政處分 應該是他有這個權力啦 那他假如不走那條路呢 不走公投的程序 他就只走我們憲法所規定的送到立法院嘛 立法院就 就否決掉嘛 否決掉他就是他走複議的程序嘛 複議你只能接受 阿或者是說你就是 這個接受不接受嘛 阿不然你院長你重大政策不受立法院支持 在責任這裡你就辭嘛 辭新...對 阿所以我們要不要說 阿經過國會同意他送來 國會... 要多這個程序啦 還是直接讓行政部門就可以直接在... 他就走另外一個途徑去公投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但也不會對憲政有一些有衝突的 干擱的地方也沒有啊 就迴避掉行政立法之間的這些衝突 他是另外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阿也沒有衝擊到 在...在憲法 全力分立的這個... 相互制衡的這個... 這個設計也沒有啊 各位呢 各位的意見呢 因為你如果送來... 上來禮拜他 阿你是要上... 這個案你是要上來... 假設是何事 那你是要送來國會支持 還是要送來國會要公投呢 我是認為如果對陰性這麼大的話 他本來就應該走複議的條件 那複議沒過的話 所以他就沒有公投啦 可是... 可是我們複議 不像美國那樣設計 那比較像Vito Paul 你... 你複議還是一樣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對阿所以...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讓行政部門重大政策 我們就局限在重大政策 不要跟... 針對個別的... 法律條 對 因為如果重大政策 這一條每次開的話 每次都在掌握 那就是... 光是這個動作 每次都搞半年 每次都搞半年 因為行政院跟立法院的... 這就是條文的那個移情複議案 只限於法律案預算跟條約案喔 不限於重大...沒有包括... 重大政策齁 上台領外營齁 台立法院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報告完 立法院說這個不公投 這個只能... 只能按照我國會的意見 就是... 就是...把你... 重大政策把你否決掉 不是... 不想想想想想要...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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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要不要修啦 哈哈... 不要修最好了 對... 這就是我...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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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 就... 有一點差別的... 現在... 那... 現在... 有一點差別的... 我們現在是全國 對我知道現在討論全國是要小心一點 主席 我覺得我還是認同那個剛剛中選會講的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如果是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他根本就不需要提案 第二個就是那個 嘲笑也大 如果是嘲笑也大的話 我們還是回歸憲政機制 就是接受或是辭職而已 所以為什麼還要再變更這個 我覺得我還是認同 有一些政策沒有到說那麼嚴重 說行政立法衝突或說 譬如說瑞士他 一年可能辦七八個公投 那譬如瑞士到義大利要蓋一條高速公路 那政府就交付人民說我們是要保留好山好水 還是要蓋一條高速公路 像這樣情況就是讓這個行政機關交付公投 他也沒有到說 有沒有考慮到他們的立法機關有表態嗎 我剛剛講的就是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就不需要再有這個公投 另外就是如果是嘲笑也大 那就回歸憲政機制 該辭職還是該接受 我的原來的精神是說 行政機關可以提公投 國會提公投 是為了尊重人民的決定 就是說為了確保他的決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 原來精神設計是這樣 那如果要說我們這一次不要去觸及憲法 層次憲政體制的安排 或許就是說把行政機關可以發動公投 保留在重大政策項目 就不觸及法律案的複決 或許就現在不用去覺得說 會大幅更動我們的憲政秩序的安排 或許也可以考慮這個方向 剛剛想的是說 剛剛擔心的是說行政權濫用公投來 來怕侵害立法權 那是不是就是把法律案的複決把它排除 我覺得就是現在民主政治的那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還是透過政黨再表達 所以政黨本身如果沒有辦法去反應民意的話 這個是也是不太可想像 那個我是建議這樣 那個這樣聽一輪這樣下來 這個剛剛李軍委員在講的這個 其他國家的一些例子 歐洲的一些內閣制國家的例子 跟實務上這樣對於 憲法的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這個 這個整個制度這樣來看 我是不是嘗試做這樣的建議啦 就是行政院對於一些重大政策這個部分 還是必須是取得國會的同意來 因為立法部門對於重大政策跟行政部門 假如有爭議的話 他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那我就否決嘛 我也不讓你公投嘛 那第二個他可以把這個權力交給公民來做決定 所以假如說對於重大政策爭議 經過立法院同意得交付公民投票 這個我不曉得大家意見怎麼樣 這樣會不會是一個比較 會比現在進步 對啦 但是 是比較兼顧說整個現實的狀況跟憲法的一個設計 這樣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樣子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那你要限縮行政院這個 搞不好 因為 對啊 因為 立法院會同意的原因 不只是支不支持的問題 搞不好立法院也覺得這個問題 讓公民 投票來 來確立 對那你就不一定要分 因為你如果有立法院這個 宣言的意見可以考慮 因為如果你是要經國會同意 那就不用區分重大政策跟法律案覆決 因為他等於是合意發動了啦 就是行政機關 他就主動提起然後經國會 那等於是一個合意發動 好的 如果立法院覺得這個法律案是我剛通過 你要來 那 對就否決 那如果立法院覺得我通過這個法律案 因為他也擔心 對 好 各位委員 來 這個可能 不知道這個可能還要想一下 不過16條他立法院的通過之後交互公投也只限於重大政策啦 他並沒有將那個立法原則的創制跟法律案的覆決 對現行的16條啦 那如果說要在16條再加一個說行政院 因為我的第14條就處理完了 就2到3款立法院也可以 對 那現在就是說 這個 那個 法律的創制覆決就是 要經歷法院同意 有下定義無下啦 因為 因為 民進一半就能拿出來立法院嘛 也要立法院同意啊 對了 那所以 要不要這麼寫啊 還是說 如果是限縮在16條的那個重大政策的話 那當然可以再加一項 就是說行政院 對於這個第二條 按照現行啦 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的這個重大政策 任由進行公民投票是必要的 得戶具組文及留書 經歷法院院會 通過以後交友 那這個行政院還可以有一個發動 全不過感覺上 實意不大 好像是跟立法院自己去發動 是一樣的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因為行政院也被透過他的政黨 再去法院提出啊 事實上是回到立法權發動來行政院 對啦 這個如果是要 他就做到國會多數 那主席啊 永遠就只有多數黨執政可以過 各位委員那個 六十八月 留高資本委員那個提案啊 其實就是剛剛在討論的那個 大概的狀況是這樣的 好不好 高資本委員的那個第十五條 行政院對於重大政策事項 認為有進行公民投票是必要者 得戶具組文 要進行立法院同意 這個可以嗎 就這樣 不是啦 主委這個沒有錯 我們剛剛是的確說 也可以接受這樣 不過我是要再 大家再分析一下 想一下就是說 要進行立法權同意 其實 就是等同立法權發動了啦 因為你完全執政的話 你是多數黨嘛 那立法院會基本上會同意嘛 那你如果曹小野大立法院就 比較不會同意嘛 所以 實務運作上 他就等於立法院同意 那即使你沒有行政權 因為立法權單獨可以發動 你多數執政 他還是可以透過他自己的政黨 在國會提 公投啦 所以 你 你經國會同意 這個 我建議這樣啦 大家討論很久了齁 這個我們還是 在 重大政策啦 因為立法原則的 創制覆決齁 這個其實 有審定也不審啦 實務上 不會發生這個狀況 第一 你立委提案嘛 你如果 立法院沒有同意 你又怎麼說也不好 你認真他提案 來立法院 他如果沒有他 他也 國會如果 得出動是在那裡 他根本 你要創制覆蓋 要過立反而這一關也不可能 那個如果曹小野大 提這個 公投啦 跟那個解散國會的意思 不是一樣嗎 也是訴諸新的名義啊 對不對 這個就可以還是不可以 好 那個 我剛剛的這個 這個 結論啦 好就是說第一個 重大政策 第二個經國會同意 大家有沒有意見 就憲重大政策跟 主席現在意思就是說 維持當然現在16條 立法院可以自己 就重大政策 另外再加一項 行政院對於重大決策 經立法院同意可以提 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 主席剛剛意思是這樣 沒有啦 我現在都說行政院的部分 行政院發動的部分 要經過另外的同意 這是 反而僅限於重大政策 對 因為立法的創制覆決 這個其實有寫 跟沒寫一樣 對 對對對高智鵬的意見 大家都沒意見齁 好 可以接受啦齁 好 謝謝各位 來 現在第幾條 亂了亂了 來 十三條 十條還是維持 只是十五條 或者是十六條 會開了一個門 這樣子就對了 那十三條是不能維持嗎 沒有沒有 十三條要說除依本法規定外 那本法如果有規定 就例外 那本法沒有規定 原則上還是不可以就對了 沒有啦 我們就跟誰跟 其實是讓行政部門 不會在選舉的時候 提一個 就是公投來 綁大選 綁大選啦 喔這個把他這樣說到 我相信 這條刪掉啦 這一定要刪的 因為這個是當時為了 就是避免行政機關 為了防止當時 好啦 這個刪除啦 這個有寫沒寫一樣啦 開玩笑啦 沒有下 概念上應該是刪除也沒差吧 你們要刪除啦 因為他沒有規範 他沒有規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提案連署 這個一定是人民嘛 那另外有一個16條或15條規範 行政機關經濟環同意嘛 大概就這樣而已吧 應該沒有行政機關 再另外可以單獨提的 我們再表達一下 這個這個是寫這個 跟那個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條當初 是就是說有一些行政機關自己就在 選舉當天啦 在那邊擺攤啦 然後自己搞一個公投啦 是為了這個 因為這個公投 他可以吸引一些選民來投他 就是鄉鎮長啊等等的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案例呢 是潮州的 潮州他在那邊設了自己設一個攤 沒有他這一條是全部適用的 聽他講完了 來 因為這個是刑罰啦 後來是不起訴啦 因為他說這個是民意調查 這不是質詢性公投啦 那你如果刪掉的話 他就光明正大他可以去投啊 那會怎樣 當然沒有怎麼樣啊 就是說他會 他會 他會找他的自己 校園都在幫你講投票 不是的 因為根據這個研究 你說那個潮州那個案例在講清楚啦 公投會 吸引那些對這個議題的人出來投票 你占你的立場 所以他會用這個來 來左右選舉 他說對我有利的投票題目 他會提出來 投票當天來舉行啦 那有沒有這固定 如果沒有這固定當然沒有問題啦 你講這樣我聽不太清楚說 他弄公投 然後出來投票有什麼 直接的關係 他把那個 公投的議題 設在投票當天一起投啦 那這樣有什麼不可以呢 那當然可以啊 對啊 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他會選對他有利的議題啦 那當然他選對他有利的議題啊 對選舉的公平線會有影響這樣 全國都在 不是啊 全國都在哪個候選人 因為他是行政群 他有行政群 所以十三點 好好好 那如果別的候選人 他不是行政機關的 比如說他是想 他說我要蓋個停車場 也來吸引人家來投我 然後他就再辦一個公投說 要不要蓋這個停車場 然後借著這個啊 人家 同一個時候來辦 那這個是對 應該是在地方性公投會有啦 因為我們全國性公投規定的非常清楚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啦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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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啦 這個我看留下來也是也可以啦 我知道他的意思啦 江宜華條款 江宜華條款 可能不像我們全國性公投他 有那麼清楚的規定啦 對啊所以行政機關 你是像我們 譬如說我們現在規定說 我們要國會統一才能辦嘛 那你現在地方公投沒有這樣規定 他怕說 這個鄉鎮市的市長的選舉 用這個規定去 去夾帶啦 他可能不用經過這個 譬如說鄉鎮會同意 他就直接辦公投啦 這個請來 因為你沒有民運機關的行政機關 都不能賣公投 但是你真的事務上 地園公道比較接住 你鄉鎮 鄉鎮 垃圾車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這點對公平投票的項目 反而會比較多 他反而 全國性的是不多 地方這種是很普遍的事情 沒有 因為地方啦 他現在在講地方 好這個齁 我跟各位建議這樣齁 這個部分齁 我們在這裡把它刪除 地方公投我們再回來 再來考慮 有關剛剛我們講到這個部分 好不好 我解釋一下 我們的行政機關的法動 已經有 要國會同意了 還限重大政策 他的範圍其實已經有 有做很清楚的規定 那地方我們回頭再來看 好不好 行政院的提案用 獨立一條 獨立一條 對 行政院 行政院一條 立法院一條 好 那我們現在是審到第幾條 第... 第... 蛤 58頁 來 各位看一下58頁 剛剛行政院的部分已經處理完了齁 十條已經刪除 對 十四條 第十條到 十四條已經病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是第幾條 十四條現在是刪除 對對對 是十五條嗎 是十五條嗎 十五條 是六十三月嗎 對 好 我們看到六十三月 六十三月是第十五條 好 這個嘛對不對 對 我看明天黨產沒辦法處理 就是明天沒辦法處理這個明天是聯席會 不能取消 可以讓你取消我們現在趕快發生地區審這個 要不然那個是聯席會跟這個自由內政委員會不一樣 那個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爭求大家一下意見齁 因為我們明天本來是排黨產 那我看齁 這個集合法公投法審不太晚 明天要不要繼續再審法案 大家的意見 因為這個齁 這樣拖著拖著也不是 這個不是因為鄭立軍啊 我看我明天齁 我明天齁 議程先不要取消不讓黨產啦 這樣人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正列議程 繼續審查 對對對對 我們要做個決定 因為明天是聯席 因為集合法還是重大的一些案件 大家都非常關心 還權於民的後面 好不好 我們明天 爭求大家的意見 因為黨產還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 各位委員我們還權於民的先審 然後再續審還財於國 他黨產 真的是我看這樣時間都會來不及 因為公投法現在才審到一半而已 那假如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明天就 變更議程繼續審查 公投法跟集合法 蛤? 阿今天可以弄完嗎? 好 那我們就讓警政署回去 好啊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就先審公投法 那明天再審集合法 那明天再審集合法 阿明天就 假如公投法今天沒審完 明天續審公投法 那集合法的話 就今天不審 那我要通知一下 內政部跟警政署 不然現在警政署一人在等人 很多都在等 還有別的單位 好好 讓他們去工作了 三天一次會 阿三天一次會 阿三天一次會啦 好不好 你三天一次會 公都盟 不是公都盟啦 怕 怕明天沒人來 三天一次會 但是明天大家要來喔 拜託一下 好 我們繼續啦 來 第 63月吧 63月 原條文的第15條 我們整個條文的那個邏輯 會再去佔明 對對對 63月的第15條 現行條文的第15條 中選會 是不是看一看條文 因為這個都是技術性的 一些規範 對 對 我的版本 好 那如果說 原先喔 我們是說 如果你因為人數不足的話 我們就直接駁回 那 還有就是說 護政機關的日期是45天 那 如果看一下政委員的版本的話 是講說 人數不足 可以讓他補證 這個是我們覺得是合理的啦 然後45天變成30天 護政機關 因為現在人數變少 對 因為現在人數也變少 第二階段那個人數也變少 應該也還可以 三十天 護政 我都改三十天比較好 對對對 怎麼一下有十天 二十天 證委員的版本 對 你們原來好複雜 對 證委員的版本 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時間交易的嘛 對不對 人數也變少了嘛 以前第二階段人數是要90萬 那現在第二階段人數是27萬的話 30天應該是可以的 對對對 好 按照正義軍委員的版本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主管機關改 中選會改主管機關 好 時間按照正義軍委員的 規定 補證啊 查對啊 文字也按照他的選 文字的話 中央選舉委員會改主管機關 好 好 好 這樣的話 第14條 大家沒有意見 齁 就按照我剛剛宣告的這個 文字做調整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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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我們現在審 現行條文 我們在 對照表的67頁的第16條 現行條文的第16條 跟那個高委員 有一個新增 等一下 等一下 高智鵬跟時代力量 那上一欄 時代力量 有一個新增 這個有什麼 特別的嗎 憲法修正案和領土變更案的複決程序 複決的那個 新增任老委 對 齁 那一個保留 我們試用事項 你們決定 試用事項決定啊 這是創製什麼 有啊 那領土變更 對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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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啊 因為我們的憲法徵修正案 裡面有什麼 領土變更啊 第二條有建議 建議 有啊 沒有啦 他正在會議詢問 有啦 剛剛列了啦 都有啊 沒有啦 因為沒有啦 因為憲法徵修正案 我們裡面有一個領土變更啦 有規定一個領土變更啦 所以 我們是 我們是用憲法徵修正案裡面的事項 合作進去 那個 可不可以 就67月的部分 可不可以 請來參考那個 高資本委員那個提案 第14條 第14條 對 16條吧 我們講16條 但是高資本委員那個第14條 就講這個 第9條 第17、19 67耶 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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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資本這個部分 還要再增加一個 他是在講修憲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所以你要把領土變更 也放在裡面嘛 我這樣講有沒有不對 對 這個 這個後半可能是要 還是不用 後半要調整 這個是針對領土變更的修憲 它也是走修憲程序嘛 對不對 所以要把領土變更這個也加進去嘛 後面的實用條文就是 並從其他條文整理好 好 好 那個高資本委員這個條文 就是後面的部分 那個第幾條 第幾條 那個後面再整理嘛 對對對 後面再整理 但是要增加一個 領土變更的 把它加到裡面 加到這裡面來 對 高資本委員這個提案的14條 我們是要列在15條之一嗎 還是這樣子 那就變 16條的前面 調是在整理 但是 概念上是 16條前面的15條之一 到時候再總個調整好了 不過就是15條之一的概念嘛 好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簡單講就是因為我們前面範圍有增加一個領土變更嘛 所以在這裡 這個第幾款 這個再加進去嘛 然後後面的程序 這個第9條 17條 這個條是我們再做調整嗎 這是第4條 憲法變更還有領土變更 憲法修正的覆決 跟領土變更安置覆決 好 67月的第16條 再講立法院 我們現在原來的16條是講立法院嘛 那剛剛我們說要再加一個行政院 那行政院的這個版本好像是高次鵬委員 有提案的15條的內容嘛 對不對 那那是不是列兩條還是說 那如果列兩條就 如果現行的16條要維持 就變成在概念上是在16條之一再加一條就對了 好不好 沒有我現在只是為了我閱讀方便喔 如果你不先寫16條之一 我幹嘛你再練下去我已經完全忘掉了是哪一條 沒有錯啦 概念上啦 概念上是這樣 概念上你要先抓16條之一 到時候再總個討論 再總兩條 不然的話下面會更亂 後面就加一加二 我們就這樣 習慣這樣做 後面就習慣加一加二 後面就習慣加一加二 現在因為都是 現在就一個一個來嘛 16條原來就是有一個立法院 那這個要不要改 現在在討論啊 不改嘛 對不對 如果不改那就是再討論行政院 那個是正立軍不改啦 其他人 其他人有的有改 對啦 我是建議這樣啦齁 這一條不做修正啦 齁 那理由是 理由是 我們現在其實連署的門檻降得已經非常低啦 齁 你大概28萬 假如這個政黨對於法律的創制覆決齁 齁 這28萬其實要 發動其實是 已經算是很簡單的一種發動 你不用搶到一百萬 你不用搶到一百萬 齁 那我們就說 立法院我們可以 考慮把他降低 但是你降低要降到什麼程度齁 齁 那就兩年嘛 我看多數委員的提案都 都沒有做修正啦 時代力量沒有修正 陳廷菲沒有修正 齁 那 王定宇的話是 修 修會期間 他是處理那個 王定宇是五分之一以上立委提案 各位有沒有意見 各位有沒有意見 哈囉 說那個三年 三年 三年改兩年 三年要不要改兩年 大家都一致 因為 好不好 三年改兩年 來 來 高委員他的後面 其實他後面的半句 有講那個不適用 前 第九條之前 那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移來原來的這個條文 你說第七頁 跟前面 講 我們在那邊討論到高智蓬 我們現在是討論到原來的16條 不是 對啊對啊 高智蓬的15條 高智蓬的15條是在講新政院 沒有沒有 我想講高智蓬的14條 高智蓬的14條 高智蓬的14條 你現在在說第幾條 我們先講月數好不好 這樣大家比較好判 六十七頁 六十七頁 就是立法院的提案 還是要排除一些提案連鎖情緒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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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前面一樣 一起一致 沒有啦 這個修正的部分大概就是 立法院還是要排除 那些提案連鎖那個程序 把他排除掉 那其他就是立法院 的提案經否決 兩年內不得再提 但是立法院假如提 這個會發生一個問題 過去是曾經發生過 他現在是 他知道你要做 所以先把你 立法院先把你 把你處理掉 好啦 大家冷靜一下齁 剩下五分鐘齁 集中一下精神 立法院現在在討論立法院 對 我們先討論原則 立法院的發動公投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做一些修正 我把各位委員的修正的意見跟各位報告一下 時代力量是沒有修正 齁 那 陳廷飛也沒有修正 齁 高志鵬呢 是 刪除立法院的提案權 林淑芬沒有修正 李昆哲沒有修正 尤美玲沒有修正 王定宇 是立法院五分之一的立委 提案就可以交付公投 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我們先確立原則好不好 我們還是維持院會通過嘛 好不好 好 OK 就不做修正 好 那幾年內可以再公投 兩年內齁 我覺得這日期兩年內 不得該事項提出公投 對 不適用那個是等一下再列 提案連署那個就把它刪除 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就改兩年 我覺得是起兩年內 不得就該事項提出 齁 那其他不適用提案連署 等等 因為立法院發動的 提案不必連署 那部分 調次我們請醫事人員整理 好不好 好 好 第十七條 那個防禦性公投 現在是處理到立法院嘛 對 那不是 因為現在大家剛剛提到就是 我們看一下那個六十八頁那個 高智鵬提案的十五條 對 就是行政院的部分 那這個概念上應該是把它列到十六條之一 對 我跟你講你現在要走到十七條的話 我們有 對啦 這個就剛剛有投訴過 這個就剛剛有投訴過 對 十六條的下一條 要不要再列一條行政院的 對 然後就是彩 一高智鵬委員幫他修 對對對 嗯 高智鵬委員是在他的第十五條 對 這個要併一條 還併兩條 我知道 高智鵬委員十五條 大家來修一下 這個要另立一條 還是另立一項 一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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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二次再順啦 就十六條往下一條 一條 一條 沒有 剛剛 我們是在前面啊 第十五條嘛 沒有啦 我簡單說一下 下的順序 就先殺行政院嘛 行政院殺了殺立法院嘛 對啦 對啦 阿興建議那條就是高智鵬 我們現在看第六十八那條嘛 十五條嘛 原來的十五條都會蓋的嘛 喔 好不好 我建議先立法院再行政院再講 好啦 這個順序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因為行政權是被限做的 好 第十七條 第七十三月 第十七條 防禦性公投 等一下 防禦性公投之前行政院那個 那個已經討論過了啦 那個已經討論過了啦 討論過了 對對對 那個沒有 對 對對對 十七條 那個行政院如果加一條行政院的話 現在還有說 還是一樣有 如果被否決多少時間之內不可以再 我的意思說 一樣 那這個因為高智鵬的版本沒有寫到這個 所以這個文字還是要麻煩意識書再加一下 這個齁 我來說明一下 可自該否決之日期兩年內不得就該死 對阿 那個本來就前後要加一些 那我建議 那現在是立法院 公投結果 否決上 那立法院不同意他他可以同意嗎 立法院不同意他他可不可以自己 還是他也不能兩年內不能 立法院不同意你就不行阿 就不行阿 那個我建議這樣齁 那個 各位 十二點了 齁 大家精神不計 齁 那我們先 十七條要結束好嗎 沒有啦 因為十七條齁 這個有那個辯論的時間 跟公告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要再算一下 等下實務上的時間齁 大家要再看一下 齁 你有一個適用的 不適用公告辯論舉行期間的限制 這個齁 這個要稍微看一下 真的 是有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間比較緊迫的時候 要怎麼去處理 是 是列個 不適用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還是會有一些爭議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所以我們 下午幾點要開會 各位 兩點半 大家要來呢 我怕你都不來 我怕你都不來 好 那個中學院都有建議條文 印給大家好不好 讓我們看你們在 你們 下午兩點半 我們繼續開會 好不好 好我們中午先休息 好 明天開會還是在這裡喔 不是在酒樓 在酒樓 在酒樓 場地還是換喔 已經換了啦 不能再換回來喔 那還在酒樓 在酒樓 因為他們已經通知了啦 所以我們明天在酒樓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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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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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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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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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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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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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